前一陣子南台灣最紅的一件事情就是 火星人來了 好 結果現在說火星人來了 這個設計退白 青鳥會飛出來 什麼意思 原因是因為被發現 他來到台灣之後 辦完了演唱會 兩天大家開開心心的 嗨了一整晚 結果離開之前 他留了這麼樣一句話 說Thank you Taiwan 後面還留了一個 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一個愛心 沒想到後來忽然改文 變成了Thank you 高雄 欸 國旗咧 怎麼不去啊 也被大家發現 他怎麼在對岸的微博上面寫的是 謝謝中國台灣 哇 一下子他的IG被灌爆了 告訴他說我們不是中國台灣 大家也開始在問啊 那個時候我們的賣賣市長 不是還特別謝謝火星人嗎 邀請他來改給我們兩個精彩難忘的夜晚 還說這些紀錄啊 台北都很難超越 讓大家都很High 邀請他來開演唱會的話 現在說出了中國台灣 欸 那應不應該要跟大家來了解一下 賣賣之前知不知道他的一些政治動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最近這個被管中民老師發現這麼一件事情 他看到了一篇新聞稿 上面寫到了中華民國國安局 是把以下的事情呢 當成了統戰 好 這當中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強調兩岸信仰同源 包括了研討抗日歷史 包括了推廣中華軟實力 或者是呢 提高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 真的就認為這些是 所謂的統戰的樣貌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講到中華文化 我們就講到了文總的會長嘛 蔡英文副會長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好像是代會長啦 那這樣子 他們算不算也是統戰的一員呢 就是大家到底現在把統戰的樣貌 想成什麼樣子呢 其實講到高雄 現在高雄在地 真的更關心的是經濟問題 好 不是演唱會經濟啊 是什麼 是發現怎麼所有的售租廣告 在高雄遍布的經濟 這一位來自高雄市議員 黃曉廷特別講了 新絕江 三多商圈 這一些以前最熱鬧 最繁華的地方 現在滿滿的租 滿滿的售 今天又有一個新聞 說這一家新餐飲集團 好 2022年的時候一口氣 在高雄開了三家店 然後後來呢 又跑到了晨晴湖這邊 一樣開三家店 結果現在六家店一起關門 所以疑似呢 就是因為不敵租金 還有人事成本 高雄現在更多人關心的 可能是前一陣子的淹水 功後的補助 現在是有買壞了不買壞 來聽人舞阿虹他的說法 已經一個多月了 你們有誰領到補助款的 我們那一里的里長是說 你自己去想辦法啦 為什麼 不是當初的承諾嗎 工廠 不補助 只要你家有改建的 不補助 我們家的本家就有槍管了 把它墊高 你有墊高的 只要你沒有淹進去你的客廳 不補助 你的車子泡水了 也不補助啦 你像我家外面有自己的車庫 淹到車庫 不可以去你客廳 不補助 好 當時賴清德來高雄不是說嗎 要提高全台淹水補助 還說高雄要補最多 那現在怎麼會這樣 也想問 為什麼 上次淹水淹成這樣 大家對於陳其邁的表現 滿意度還有54% 對於他的施政表現 滿意度還有64% 那如果滿意度那麼高 為什麼最新TVBS所做出來的最新民調 說柯智恩的民調 能夠打趴綠營五戰將 這一些都讓我們看不太懂 所以想要請教一下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高雄 好 現在Brunos來了之後 寫了一個中國台灣 大家真的心碎了 這個是美國爸爸的代表 所以民進黨就假裝沒看到 上次有一個大陸的不是 就寫什麼中國台灣 然後被禁止進來嗎 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要驚訝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是雙標 沒有 高雄市政府有回應說 沒有 大家都是地球人 還有另外一個 我有請國安局注意一下 我這邊檢舉 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老闆 他把自己弄成一隻黑悟空 登在X上面 然後說悟空這good 非常好 國安局是不是注意一下 台灣特斯拉是不是要禁售 連老闆都演成悟空 怎麼都沒看到 美國都在貼 因為馬斯克的那個 X的粉絲有將近兩億人 僅次於那個泰勒 Swift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明顯的雙標 他碰到他扯不起的人 他就變成這樣了 其實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政府才會被人家看不起 就你雙標的太明顯 你國安局管中華文化幹嘛 真的很奇怪 我以前會覺得 比如說反那個文化統戰的單位 不會是國安局吧 應該是文化部吧 怎麼會是國安局呢 國安局應該去抓匪諜 抓組織活動 抓有沒有金流進來這一類的 你怎麼會管到中華文化認同 真是奇怪 不然就是我們的文化部 是不是小野不想管 所以小野可能有問題 這個我在這裡也稍微檢舉一下 到處放箭 環局去了解一下我們文化部長 為什麼不處理 因為我們下面真的有一個叫做 那個中華文化總會 是啊 對不對 那這個總會 以前也辦過蠻多活動的 你不要叫中華嘛 就叫台灣文化總會對不對 那高雄我坦白說 其實高雄的經濟底子真的不 我不要說很薄 你高雄人 我是高雄人 你高雄人 我坦白講這個 比如說台積電要來投資高雄 可是到現在也沒看到一個影子 我們也現在看到台積電 在美國的壓力下 要去蓋第三場對不對 所以我真正的是 不是那麼確定 我們高雄台積電這個場 兩奈米的 會不會真的蓋 因為事實上歷來你可以看到 那個南科 那就造成了台南有一些 比較高所得的工程師 對 那高雄其實一直到現在 除了中鋼之外 其實高所得的人才的急距真的很少 所以才會導致這個平均薪資低落 因為我的親戚都住在高雄 我知道他們的起薪是多少 我就不講了 跟台北真的有相當的落差 而且你做了五年之後 那個加薪的幅度也是不高 所以經濟是有滿多的壓力 好 來請教一下編哥怎麼看 我覺得高雄市政部 可以講出大家都是地球人 我覺得這個觀點很好 對啊 大家都地球人 何必分這麼細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平常是誰在分這麼細 不就你民進黨政府 在分這麼細 所以那你 陳其邁應該去建議賴心得 建議民進黨整個黨 以後不要分那麼細 大家都地球人就好了 不要在那邊去搞這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是民進黨能做這件事嗎 那我再講一個 你對Bruno 對外國人 你就可以大家都是地球人 那為什麼對我們自己人 包括林一誠 包括這些人 你們為什麼一個一個 去那邊蜘蛛必叫 這個時候 人家講的成都任也不行 你看奇怪 成都任不是地球人嗎 所以真的是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有的時候民進黨 會讓我看不起就是 你們都只敢欺負自己 對 見到外國人 就跟見到火鬼一樣 雙膝馬上就軟了 立刻就跪下來填 那蔡英文不是說 不要因為認同道歉 蔡英文隨便說說的 有人相信他嗎 對不對 蔡英文自己還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對不對 我老實講 我看到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這一個表 我覺得這根本是恥辱榜 你知道 因為這五個根本沒有一個主張統一 都討厭中華文化的 基本是中華文化總會長 這不是很好笑 這根本就把他們釘在恥辱牆上 我覺得真的是很爆笑 那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如果真的是這種態度 你認為兩岸之間所有的交流 全部都是統戰的話 我教你一個好辦法 蔡英國曾經幹過 這三部政策沒聽說過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我們重新回到這個時代好不好 大家什麼都不要往來 老死不要往來 這樣子不是最好嗎 趕快宣布這個政策 請教韋翰哥 這個是TVBS民調 因為我最近看到的時候 特別注意 柯智恩對五個民進黨 可能的這場參選人 全部都贏 柯智恩有40% 43% 民進黨最高的就是 林戴花 賴瑞瑞龍就是35 可是同一份民調 對 導播剛剛拍那個畫面 可以再拍一下 同一份民調 這個陳其邁的滿意度卻是64 是 就是同一份 可是你看他其他的市長 可能參選人 只有35而已 差多少 差幾十% 但問題在於就是 現在目前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明明開明颱風來了以後 你看到他淹水著 右邊這個滿意度其實是差10% 可是你不要講 同一個民調都 不要講颱風就有64 一講颱風變54 不過都有過半 所以陳其邁目前在高雄 看起來是強的 可是他完全沒有辦法 轉移到五個選項 當然有人提到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放黃傑 因為黃傑也沒有說他要選 可是我之前有覺得說 因為他在年輕的族群方面 是比較受到歡迎 他老人不高 對 但還有兩年的時間 現在目前看起來 簡單講 就是陳其邁他的民調算高的 你現在目前颱風都有64 因為有五個選將 甚至黃傑如果算進來的話 或是六個 還沒有決定是誰之前 看起來誰都不吃香 但等到你確定是一個的時候 陳其邁不可能幫柯智恩 他一定就幫他們的參選人 這時候可能距離就會再拉近了 因為以前高雄從來沒有認為誰可以 國民黨在高雄能贏 可是韓國瑜就贏過 所以我相信這份TVBS的民調 會讓綠營他們會很震驚 就是柯智恩在這個階段 居然是贏了所有的參選人 沒有一個贏 不過那五位真的比陳其邁弱很多 陳其邁不能再選一次 對 陳其邁真的很強 對 現在目前這幾位 除了選民出來 四位都是現任力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小瞄下載 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 TVBS重點新聞 再等等廣告二十秒之後 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還有我們關心更多內容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